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来对比一下小米11 Ultra以及前段时间发布的1加9 Pro 我自己买的是小米11 Ultra这台机器 但是其实我也是对这个1加9 Pro非常的感兴趣 一方面是因为我之前去三亚的时候用过王努力同学的范的X3 Pro 我那段时间使用过程当中觉得还是给我非常大的惊喜 整体用起来非常舒服 我们在海边还有停车场停车有人过来 他人就拉我们说几块钱 我们说不用我们自己走过去 他说还有很远的一公里 然后阿布说我来过来过 然后他瞬间变得我说来过呀来过那里面就慢走 那1加跟OPEN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了 我认为应该也是不错的 再加上这回虽然说是跟这个哈苏联名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联名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挂一个牌子而已 实际上真正对影像系统有影响的 最主要的还是硬件方面的堆料以及软件方面的调教 那这回OnePlus 9 Pro呢里面这两颗镜头 一个是主摄一个是超光脚 都是使用了比较新的OPPO和一加跟索尼定制款的SIMOS 一个是MX766一个是MX789 并且呢他们的这个底呢都是1.56分之1左右的这个大小 而小米的11 Ultra呢 它的主摄虽然说比1加9大 但是它的超光脚是1分之1 就没有1加9 Pro这么大 其实我之前对于这个小米11 Ultra的超光脚不是那么满意啊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1加9 Pro它的超光脚 是不是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啊 包括这个超光脚也是用了跟Findex3 Pro上面一样的 这个自由曲面镜头 当然了也包括各个恰饭的团体 大家都知道嘛吹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也是非常心动啊 但是因为我买了小米11 Ultra 那就没有多余的钱再买这个1加9 Pro嘛 所以这台1加9 Pro我也是找别人借的 反正给大家交代一下这台机器的来源 它其实是媒体机 就是1加9给别人用来做节目的机器 但是呢我跟1加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所以我借过来的话1加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利益 我也没有拿钱来帮1加吹这个机器 再加上我的小米11 Ultra是自己买的 所以我做对比的话 完全是以我个人的使用的场景 以我个人的观点 真实的反应 实际情况当中的一个对比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那如果你觉得有恰饭的成分 或者是有故意黑的成分 那麻烦你现在就关闭视频好吧 这两天附导的电影啊 那一直在拍摄 那我也使用了这两台机器 帮它拍摄一些工作中的一些花絮呢 使用了同样的一个机位啊 同样的设置来拍摄也保证公平 但是呢我要提前说一下啊 就是我在使用小米11 Ultra的拍摄的这段时间呢 由于这个大家都知道 MIUI被米粉喷的很厉害 雷总也着急了 小米也着急了 紧急的推送了这个12.5的这个版本 实际上有一些样片呢 使用的是比较老的版本 是12.0.13这个版本拍的 那有些样片呢 使用的是12.5.2这个版本拍的 但是这些版本呢 都不是最终的小米送册DXMark的版本啊 所以如果之后我再刷到这个DXMark的版本的话 可能表现会更好 1.9 Pro呢 我使用的版本应该是最新的啊 刚刚更新的V11.2的版本 那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我先总结一下吧 这个1.9 Pro用下来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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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 你本来期待它 哎呀这个硬件应该是非常好 加上跟哈苏联名 加上ColorOS OPPO的一个系统调校 我可能想象当中 因为它毕竟不是DXOMark版本的相机固件的 11 Ultra来比 但是实际上回来 对比过这个画面以后呢 哇真的是 就是你越对比越气 你就会在想 一加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就好像买了个哈苏联标一样 然后没有做任何的软件的优化 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我们首先讲优点啊 1.9 Pro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边如果你选择4K60帧的视频 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话 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去切换超广角和广角的 这一点是11 Ultra 现在这个固件的版本 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4K60在拍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切换是有要求的话 那一加9 Pro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其他方面 我接下来就要说一加9 Pro的各种问题了 首先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是我自己比较愚笨还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我没有找到 它可以关闭这个视频防抖的地方 Findle X3 Pro呢 它是在这个上面的界面 是可以直接进行关闭防抖的 这样的话 假如说你使用一些稳定器 不想要画面剪裁的话 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一加9 Pro我就是完全没找到 它怎么去关闭这个视频的防抖 所以很多情况下 跟小米11 Ultra在做对比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非常纯粹的视频的对比 小米11 Ultra的话 它在系统这边的话 你是可以关闭视频防抖的 这样的话 你的CMOS可以完全的被利用起来 这是第一点 我特别理解不了 一加9 Pro为什么这么搞 然后是一加9在专业模式的情况下 竟然是只能够拍摄照片 不能够拍摄视频 它有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直方图 但是没有切换视频的模式 但是小米11 Ultra的话 它是有专门的专业模式 右下角是可以切换照片和视频的拍摄 所以在专业模式不能拍摄视频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办法做对比 所以只能够使用默认的视频录制的模式的一个对比 所以就感觉对比就不是非常的全面 然后在专业模式下拍摄照片 你这个上面是可以选择RAW格式的 但是此时你只能够使用主摄才能拍摄RAW格式的 而小米11 Ultra是可以超广角长焦都是可以拍摄RAW格式的 所以照片方面我也没有办法非常专业的进行对比 所以这次对比很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失望 因为很多的功能 这个一加9 Pro都是没有提供的 从软件层面上来说 相比于小米11 Ultra 甚至比Find X3 Pro还差劲 所以大家就将就看一下吧 第一个我要说的 这个一加9 Pro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让我最恼火的地方 就是这台手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竟然会发热 我第一天在跟拍的时候 同时一加9 Pro跟小米11 Ultra 都是使用了4K60帧进行拍摄 结果一加9 Pro大概拍摄了不到5分钟 在我未知的情况下停掉了 然后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一加9没有再进行录制 然后再开始录制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手机过热不能够持续进行录制 然后又过了大概5分钟 它又自己停掉了 然后你再点击录制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手机过热无法进行录制 这个是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 怎么回事 它得又停了 机身温度过高 录像也停止 这也太烂了吧 因为同样都是使用小龙888的一个芯片 同样的都是拍摄4K60帧的格式 它小米11 Ultra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加9 Pro在拍摄这样的格式的情况下 会有这么严重的过热的问题 这个让人非常的恼火 因为你在拍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提示 它就自己给停掉了 我之前在用一加9 Pro 它帮小软拍 它刚刚拿到驾照以后 第一次上路 结果拍着拍着 发现它根本没有在拍 断掉了 这个让人非常的恼火 然后之后呢 我就赶紧换成了小米11 Ultra 同样是使用4K60帧 甚至整整拍了60分钟的视频 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一直没有停机 一直没有关机 没有过热提醒的 就是完全可以非常顺利的 把这整段记录全部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拍摄视频发热的问题是 让我非常头疼的 我后来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在考虑它是不是因为4K60帧啊 可能由于CPU处理不过来 那我就换成这个4K30帧了 那4K30帧结果还过热 这个就是真的让我想不到了 然后再后来我就换成1080p 60帧 你1080p总是不过热了 对吧 结果1080p它还给我过热 哇 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 到底是不是这SAMS太好了 太烧CPU了 还是因为什么情况 所以因为这个过热的问题呢 很有可能你是完全没有办法 使用一加9 Pro来做 长期稳定的创作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录的这个视频 就是使用我另外一台 小米11 Ultra来录制的 我可能我这个视频 要讲个大概四五十分钟 如果使用一加9 Pro的话 就完全满足不了 我现在这种拍摄的需求 所以这个过热问题 真的非常严重 我不知道是因为 我这台机器的一个特例的问题 还是什么情况 我拿到这台机器 也是完全没有拆封过的 就全新的机器 为什么其他的评测 一加9 Pro的人 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当然如果你可能 不像我这么高强度的 进行拍摄的话 你可能不会介意这个过热问题 可能更加介意这个画质 但是在画质方面的话 我觉得一加9 Pro也给我很多的惊喜吧 是那种负面的惊喜 首先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肯定拍人比较多 那一加9 Pro呢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室外的时候呢 这个肤色非常偏黄 但是相同的情况下 小米11 Ultra 在使用老的固件的情况下 都能给你一个比较偏粉嫩的肤色 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没有开过任何的美颜设置之类的 也没有开过什么滤镜 反正就是直出的这个视频的话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偏粉红一点的肤色 看起来比较好一下 那当然的话 这个后期你是可以通过一些软件的调色的工具 来把它给做一些修正 但是对于一些不会后期的人来说 这个肤色的偏黄 可能观感上不是那么好的 在一些室内的环境下 反而这个一加9 Pro 它的表现会稍微好一些 看起来没有那么黄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调色问题 还是因为固件的问题 当然也希望之后一加在升级 这个一加9 Pro的固件 能够把这个问题给稍微调整一些 然后是对焦的问题 这个对焦我也是不太理解 因为一加在宣传说 这台手机它有很强的对焦系统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 反而小米11 Ultra可以对上焦 而一加9 Pro对不上焦 因为其实小米11 Ultra用这个老的固件 它有的情况下还是相对来说 找焦点找的比较蠢 结果一加9 Pro比11 Ultra还要差劲 这个真的是没法理解 因为这个焦点的问题 其实我很多拍摄出来的对比画面 你也不知道它是没有对上焦 还是因为本身 这个拍摄出来的视频画质就是这么差 反正大部分的情况下对比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解析力都是不如小米11 Ultra那么好的 一加9 Pro不光是解析力跟小米11 Ultra没法比 在一些逆光情况下的话 一加9 Pro会比较维持背景的这种高光部分的细节 然后会导致前景的逆光的人物就看不清脸了 就缺乏很多的暗部的细节 并且此时这个噪点也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策略 因为我们在正常拍摄的情况下 肯定是要以这个人物主体来曝光的 并且一加9在拍摄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清晰看到 它是可以识别到前景好几张人脸的 那为什么不以这个人脸为曝光的依据 而去保证背景的高光部分的细节呢 因为没有人看背景的高光的细节 所以再加上这个对焦的问题 会导致整体的解析力很莫名其妙的下降的比较厉害 而且在逆光某些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这个阴影和物体的边缘 会发生非常奇怪的抖动 我不太清楚是因为HDR算法的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你跟小米11插对比的时候会非常明显 而且在这个光线环境非常稳定的情况下 1加9 Pro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曝光的抖动 闪动波动 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应该怎么样形容这个现象 这个对于视频的观感是非常差劲的 其他一些专业的拍视频的人 他可能用1加9在拍摄的时候 使用手动挡来进行曝光 或者是固定曝光来拍摄 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 都会像我一样使用自动挡来曝光 那这样的曝光的抖动 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相比之下小米11插 它的现场的稳定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这个真的是不清楚什么原因 然后包括这个防抖 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现1加9 Pro 它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跳动 当然这个出现的频率不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防抖的算法 也是一个需要优化的点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上方这边会有一个夜景视频的功能 这个夜景视频的功能 其实小米11插也是有的 在这边夜景模式下 你可以在右下角切换拍摄照片 或者拍摄视频 那我也有对比过1加9 Pro 和小米11 Ultra的夜景模式的视频 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小米11 Ultra 它的一个接近1英寸的大体 加上大光圈 可能再加上算法稍微好一些 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清晰度更高 所以在夜景视频方面 我也觉得1加9 Pro非常的拉跨 然后再单独的说一下这个超广角 我们之前说了这个超广角 它是1加跟索尼单独定制的MX789 它是一个1.56英寸的底 那相比于小米11插的话 它是一个1.2英寸的底 MX526 1加9 Pro它又是一个自由曲面镜头 所以你从硬件上看的话 你会觉得1加9 Pro 它在超广角视频上 肯定是要比小米11 Ultra好一些的 结果我真正在实际上对比的时候 拉跨拉到 我都是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我在看素材的时候 我以为两个手机标错了 结果没有标错 这1加9 Pro它的这个超广角 理论上应该更好 结果噪点爆炸都不行 所以你完全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比小米11 Ultra 比还大的SIMOS拍摄出来的画面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优化的问题 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这个是对比下来 让我很难理解 假如说我是真的自己花钱买了这个1加9 Pro 然后去跟借来的小米11 Ultra来对比的话 我肯定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从硬件上来说 它应该表现会更好 但实际上对比的话 拉跨拉成这个样子 感觉这个钱就跟扔的水里一样 这是超广角和主摄的对比 那长焦的话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好比的 因为小米11 Ultra是一个主摄级的 潜望式的长焦镜头 能拍着4K 60帧 然后8K视频 但是1加9 Pro 它只是象征性的给了一个 3.3倍的这样的一个长焦 那反正我也拍了视频对比的一下 你可以发现这个画质差别 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拍摄视频方面的对比 那我本来也想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拍摄照片的对比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小米11 Ultra 它的系统的版本 仍然还不是这个DXMark的 这个12.5.3的这个版本 我可能想要等到 升级到这个版本以后再做对比 所以就经过刚刚的对比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我一样感同身受 理解我对于这个1加9 Pro 非常失望这个心情 就因为小米11 Ultra 它由于这个固件不是最新的 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拉胯了 结果1加9 Pro比它还拉胯 这个真是让人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我后来本来说 想要升级DXMark的相机再来比一波 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用比了 就是1加9 Pro连拉胯的固件都比不完 就更不要说比DXMark的版本了 所以最终对比下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乎这个影像系统的话 1加9 Pro这套 从参数上 从硬件上来看 确实它感觉有一些优势 但实际上对比下来的话 我觉得小米11 Ultra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 好了 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